感冒风波 快点接电话呀 姐姐 喂 哪位呀 是我 几点 好的 一会儿见 老妈 我同学约我出去玩 可不可以 在哪儿 就在炸鸡店不远的公园里 你等一下 大迪 你过来看一下 37度8 浩浩看来是感冒发烧了 挺烫的 怎么办 今天都得去店里帮忙 太奶奶又正好出去见网友去了 那就让小迪来照顾浩浩吧 为什么 就剩你是富裕劳动力呀 可是我同学他 没有可是 懂不懂 就这样 小迪留下来 大迪我们得赶紧去店里了 快 我不玩了 不干也得干 懂不懂 浩浩浩都病了 你还只想着玩 这么配当真诚善良勇敢的小孩 拿这是药 不懂就看说明给好好吃 懂不懂 小迪姐姐 我要指 指指指 你不是有手有脚吗 怎么办 该睡觉了 为什么 吃了药 睡一觉你就好了 可是小迪姐姐 我一点都不困 那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都行 那好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看清楚这个了吗 一个有螺旋图案的圆盘 这个像什么 像盘山公路 好吧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呢 一个漩涡 来看看 看不出来 你没看出来 这个像时空气道吗 有点 小迪姐姐 转排不转了 小迪姐姐 这个好没有意思 你仔细盯着看 等一下 要有惊喜的 跟我动 跟我动 小迪姐姐 转排不转了 转排不转了 小迪姐姐 小迪姐姐 你想要吃光火的零食吗 不会 我只是帮你保管 不然你控制不住都吃了 病情就会加重的 就会去打屁股的 小迪姐姐 那我要玩游戏 你都感冒了 还经历这么旺盛 怎么你才能睡觉啊 我不睡觉 小迪姐姐 你看零食都给你保管了 你就陪我玩一玩游戏嘛 怎么办 怎么办 看来只能出绝招了 我们来玩躲妈妈好不好 又玩这个 不好玩 不玩 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光 让我玩 你找到我一次 就可以领回去任意一个零食 真的 真的 我先躲 你找我 好不好 好吧 我说开始找 十秒钟以后 你才可以出来 好的 小迪姐姐要快 知道了 小家伙 跟我玩 好香啊 好香啊 小迪姐姐 小迪姐姐 你操好了吗 小迪姐姐 怎么还不出来 马上 我的脸 小迪姐姐 好香啊 好香啊 小迪姐姐 怎么了 你 洗不掉了 让我怎么出去见人呢 软的不行来硬的 我们来次太空旅行吧 这是什么游戏 这是什么游戏 一会你就知道了 小迪姐姐 你别忘了 这里是太空 没有空气的 你不会往下掉的 看什么看 我先走 你要去把张好吗 meine 真倒霉 小迪姐姐好点了吗 我讨厌感冒 我也讨厌感冒 小迪姐姐 你慢慢养病 我出去玩了 不行 小迪姐姐怎么了 你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你 我生病了 你得照顾我 可那是阿姨让你留下来的 不是你自己愿意的 你 我用真正善良勇敢来照顾你 你却 被我说中了吧 小迪姐姐 我说的是反话 我怎么会丢下你不管呢 你要干什么 小迪姐姐 你看像不像时空随道 我现在就走 三个方向都有 你就都能看到了 这样多好 我不看 快拿走 小迪姐姐怎么了 不是你说的这样对感冒很好的吗 原来是真的 你看 我的感冒真的很快就好了 小迪姐姐 你怎么睡着了 这还有好几项呢 小迪姐姐 你的零食可真多 你 你现在吃零食会加重感冒的 所以我不替你保管了 勉强替你吃了吧 我答应你 只要你找到我就可以领走一袋零食 小迪姐姐 小迪姐姐说话算数 一 二 三 四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个小家伙把我鸡仔的零食都吃了 小迪姐姐 小迪姐姐 你骗我 我的 我的 小迪 以后要给你改名馋嘴猫了 居然能把肚子吃得和孕妇一样大 姐 我发誓我再也不吃零食了 上吐下鲜的滋味真难受 让你上吐下鲜一次也好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小迪姐姐 你只是嘴上说说吧 我对天发誓 小孩子不许乱发誓 姐姐相信你 真好吃 小迪姐姐 你好吗 不好 小迪姐姐别生气了 吃棒棒糖 这个不沾肚子 我讨厌感冒 大迪姐姐宁愿相信猪上树 也不要相信馋嘴猫的话